黄鹤斑和雀斑的区别 现在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颜值 因此很多爱美之人都想要拥有干净的肌肤状态 如果脸上出现黄鹤斑和雀斑之类的斑点 形象更是大打折扣 那么黄鹤斑和雀斑有什么区别呢? 雀斑属于一种遗传性的色斑 一般在三到五岁脸上会出现色斑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上的色斑逐渐增加 雀斑一般耗发于脸部 特别是鼻部和两颊 偶尔会出现颈、肩、手背等暴露部位 而黄鹤斑属于后天形成的 也就是没有遗传一说 黄鹤斑主要出现在颧骨、额头 或者是嘴巴周围的位置 因为黄鹤斑大多都是对称出现的 所以又被称为蝴蝶斑 有些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吃多避孕药也会导致黄鹤斑的出现